嗨 伯幻你好 嗨 李大哥你好 好 我們來你的工作室介紹你正在雕刻的這個作品 好 來 先簡單介紹這件 這件它是龍柏 台灣龍柏 然後我現在在做的是達摩 對 你先講一下龍柏在木頭的等級算到哪裡 龍柏它在木頭等級其實也不錯 但可能現在市面上的檜木啊 牛樟瀟男的話 它可能就是還是跟他們比的話 等級沒有那麼好 所以它算是比較普遍型的木材 因為龍柏基本上都是 台灣都是露樹 那龍柏它的特色就是 它的中間是紅色的 那旁邊它的皮是白色的 所以其實它這個木頭還算是蠻有特色的 那加上它聞起來的味道是清香的 哦 所以它本來就有顏色的層次就對了 對 它就是自己的材料的特色 所以應該就有些人會喜歡龍柏 對 還是有喜歡的受商家 不貴 那你拿到這個木材 你為什麼會想設計成達摩 主要是我們拿到材料 我們會先看它的形狀 那我們再來設計看 要去設計說我們要做成是什麼樣子 那當然我的專長是做人物 那我就覺得這適合做一件達摩 可是以這件來講這個龍柏它是一個完整的這個塑形 不像那種樹柳 那你為什麼會決定說這下半部保留它的原貌 不要去雕刻 在做達摩嘛 那我們會保留它天然的部分 那做一個衣擺 讓它整個是擺過去是自然的 那下面我們就不動了 因為我們本來做的藝術創作就是 我們是用點綴的方式去做 因為如果你整件做完的話 那其實就會比較沒有那麼的特殊性 還是保留它的一些原位能夠比對就對 對 好那講一下你達摩一般 來都是先畫一個連的基準線 對 那我們做人物的話 基本上這條線是要一直畫著的 因為我們人體是對稱的 那畫這條線就是一直提醒自己說 我們要記得對稱 那可能哪裡 假如眼睛哪邊比較大 眼睛哪邊比較小 我們就要馬上立即做修改 所以這條線來講算是非常重要 就是中心的精準線就對 對 好那以這個完成度來講 這件大概完成多少 這件的話現在差不多七成了 那你要不要示範幾下你的這個 本來該做的那個步驟 那現在就是 在做鬍子的部分 一個雕刻師都有很多刀具 那你怎麼樣在一瞬間決定哪一個刀具 其實就是對刀的熟悉還有我們 我們要想要表現的樣子 然後你就會很快的就是去找到說 需要用到哪一支刀具 那一般大概敲幾下需要換個刀具 還是不一定 不一定 你就看所想要呈現的樣子 然後跟我們的形狀 然後再去決定說 我們可能想像 就是剛您說的刀具的換的時機 好 那一般都是先敲幾下 對不對 然後再開始用手工 像你剛剛那個動作 對 所以你現在在處理的是它的鬍鬚的部分 對 鬍鬚然後去找到自己所想要表現的層次 跟鬍鬚它的彎度跟捲度 達摩的鬍鬚跟頭髮是不是比較困難 因為它有它的曲線 應該是說因為達摩他是印度人 那印度人他屬於他的毛髮是屬於捲髮的 所以變成是說在表現的時候 要去表現它的捲度以外 還要有它的層次 而且還有粗礦感吧 所以它的那個毛髮都很粗啊 對 基本上因為捲毛嘛 所以捲毛它就是會 我們講得一粗一粗 但是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在藝術表現上 我們還要讓它有美觀 所以變成是說 我們在設計的排列 還是需要讓它有一點層次的 不過達摩應該最難的是它的眼神 它很銳利 對 因為達摩 其實它也是 它也算是比較舞的部分 對 所以它 眼神 也很重要 對 還有姿態對不對 它的那個形體 好像達摩都是很飄逸 對 因為它算是殘重嘛 所以它也有非常 非常重的個人特色 嗯 所以在這個人物來講 達摩算是比較高難度 也有一定的難度 就看每個人要表現的程度到哪裡 而且我記得它的手還有一定的力道啊 因為它常常是握拳的 對 所以它就是它也是會打拳嘛 所以就是可以表現出它的力道戰 這一件大概幾天可以完成 這一件大概還要在可能一個月左右 最後這個博翰你講一下 你怎麼樣去發想一個木頭蟲 拿到它的這個形態 你會透過什麼特別的方式嗎 欸 主要就是我們會看材料它原本的樣子 那我們會先繪圖 會先畫畫 啊自己腦中有一個想法之後 啊加上平常會自己去看一些 呃作品啊 影集啊或者是書 然後去增加自己腦中 可能呃有很多想法 那再下去製作 欸那你這麼多年有沒有遇到一個木頭 你想不出那個形狀 然後放空很久 也是會有 啊但我覺得做藝術創作 創作比較有趣的就是 呃它可能放在那邊 那你可能這時候腦袋沒有想法 啊或許你翻著翻著或者是 放比較遠再看 那你突然有一天的靈感出現了 靈光一閃 對你就會下去製作 欸有些人那個看東西會瞇著眼睛看對不對 你會不會這樣子 瞇著眼睛看好像就會 有特別的那種感覺出來 欸我是不會 嗯對我是就是呃自己都會先用畫畫的方式 哦這是你的技巧 對 哦 然後這個真的雕下去之後 萬一遇到木頭裡面的紋理不如預期怎麼辦 該凸 對我們再來做改編 嗯因為木雕的話它是減法 它並不是說呃可能像陶衣的部分 它是可以不凸去往上堆疊 啊那木雕它是用遞減的方式 所以變成是說哦可能這個地方 我們木頭本身有缺陷 那我們再去做修改就可以 是那龍柏這個樹種很一般 那是表示說它在裡面的這個變化 比較不會有意外 不像我們的以前傳統的樹柳樹根這樣子 欸其實也不會 就是等於是說呃 它可能它的材質來講的話會比較硬 嗯 對啊那加上它的木頭有它的紋路有直的有橫的 對 所以製作上的話就是要去 依照它的木頭的特性去做改變 所以那是龍柏的難度 那不會裡面突然就腐爛掉一塊嗎 會不會有錯 欸基本上是不會 但有時候它就是會出現 呃像木頭常出現的 它可能會有洞或者是沖藥的 哦住在裡面看不得到的 其實玩木雕呃 有一個地方蠻有樂趣的就是 你不知道它裡面會是怎麼樣 那可能你遇到了 那你去做改變 那剛好又突破了 那你就會有一個另外的成就感出現 嗯就是突破難關那種滿足感 是 嗯好謝謝博安為我們介紹這件作品 謝謝畢大哥 謝謝畢大哥 謝謝畢大哥